当然明星老板当中有才的是一抓一大把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给大家来说一说 这去年一年的时间里面 谁是娱乐版和财经版的双重头条 开餐馆 搞潮牌 还有以乐会友的酒吧 这些餐厅的精英博士就是 吃外饭不能走人的 是一直要听一句的 要说明星投资开的店 搬起手指能瘦出一大转 但明气想是一回事 到底转没转 大家其实都懂的 我最好别当老板 我就是在我们家就是一败家的 为什么因为您朋友太多了 人家来您都不好意思 我就不好意思让人买单 我就是那种人 我们都是免费来的 然后我们应该白拿 我给他多少 那个给多少 瞧见了吧 出于各种各样的复杂原因 明星老板要真想干出一番名堂 可没那么容易 不过 凡事总有例外 2015年 成功从娱乐版 跨界到财经版的代表人物 就是女版巴菲特 赵薇 这同一个不得不提的产业 自然就是他那座 享誉全民外的葡萄酒庄 法国梦洛酒庄了 当年 赵薇买下这座酒庄的新闻 可谓轰动一时 足足四百多万欧元的血板 换了谁 手不得抖上一抖 就连见惯大场面的谢霆锋 来到赵薇的酒庄 都兴奋地上蹿下跳 我满到这里 OK 对呀 拿一个很大吸管这样 天哪 这么大的一杯红酒 得喝几年才把它喝完 你太勇敢了 不过 要经营这么大的一个酒庄 可不能靠意识性解 到底是什么 让赵薇和红酒 结下了如此缘分 是姜文老师 我的第一个导师 是谢静导演嘛 他说你是谢静导演的学生吗 我说是啊 那他没告诉你一句话吗 或者什么话 不会喝酒的演员 不是好演员 我说啊 天哪 以后如果老了 然后不红了 或者没有人找我工作了 我觉得 我更会全力地去 把这种文化和酒的东西 去好的红酒这种 去和喜欢的人去分享 不俗的品味和独特的眼光 正是赵薇扩张事业版图的核心所在 很快 他就凭借自己敏锐的直觉 锁定了下一个目标 阿里营业 2014年年底 赵薇和富商老公黄有龙 赤资近31亿港币 买下了阿里营业 9.18%的已发行股本 摇身一变 成了阿里巴巴营业的第二大股东 当然 赵薇和阿里营业的合作 也并不是一蹴而就 夫妇俩与阿里董事局主席马云 其实早就来往频繁 曾经一起回豪泼沫 赵薇公共的巴士大寿上 也能看到马云的身影 而就在同一年 阿里巴巴集团和恒大集团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时 赵薇的老公黄有龙 也曾专程前往 如此看来 赵薇夫妇为了此次入国 早已未雨绸缪 而在赵薇的事业版图里 她的另一位合伙人 恐怕就大大出乎你的意料了 其实我今天我跟赵薇来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除了是所谓的股东之外 我觉得我们是家人 时隔17年 7日的还珠姐妹花 能在另一个领域再度携手 着实让不少网友心虚了一把 今天看到赵薇 然后好多年没见 大家再见 当然和变身女强人的赵薇相比 范爷的经济头脑 也许并不如她的美貌来得抢眼 但说到吸金能力 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成立工作室自立门户 到担当制作人 打造的话题热剧 《妩媚娘传奇》 无一不让她的业界的影响力 神明真日上 最关键的是 自己会赚钱也就罢了 找了个男友李晨 也搞的一首好副业 随便一开 就是家名车4S店 感谢大家今天 百万十钟来到现场 然后也要跟许久不见的 媒体分身好 演艺事业和理财道路上 都要双速双飞 你们说说 这是不是秀恩爱的最高级别 难怪老友杜江都眼红了 本来最近正好想买车 李晨说你过来帮我们 这个做开业 就送我十辆 然后我说那行啊 我肯定来 然后今天虽然很堵 但是我想还是诱惑比较大 然后就来了 大黑牛转得盆满钵满 作为跑男队长的邓超 自然也不甘落后 挤出杀手锏娘娘孙力 拉来出演自己指导的新片 恶魂天使 带夫妻老婆店开的 标准的 肥水不流外人田 你特别棒 看票房 破纪录 谢谢你今天 看大脑超帮我们拉过来 然后也祝你这个车 可以拉很多的票房 谢谢你 超哥 唱歌的戏呢 真的有点担心的 真的 但是还好 娘娘在 人家在票房 什么意思 肯定票房没有问题 对对对 要我们这就完蛋 对 我们兄弟团的 跑男呢 也是因为娘娘 刚刚就破了记录 所以肯定这个 真的会破记录 跑票房会破记录 我很感谢我的 这些兄弟们 也就是 就像我 我们这么几次 一起走过来 我觉得跑男给我 带来的 真的是一群家人 Family 给我的电影 做了太多太多太多的贡献 真的 我真的 我做鬼不会放过他们的 真的 We are Family 不过 别看以上这几位 搞得轰轰烈烈 真正的高段位前辈 其实是他 人权 人家可是早在1997年 就独立创业 开启了餐厅 要知道 当时的人权 大学都没毕业 突然蹦出这个 大胆的念头 把同班的李冰冰 吓得不轻 听着说 我们还没毕业 没什么钱 然后人权问我说 我借钱 他跟我去餐厅 我说你没搞错吧 赔了怎么办 他们就赚了这么点钱 然后他没有跟我借钱 说 我开钱 我说我钱可以借你 我自己别开了 会赔的 结果他开了第一家餐厅 就赚钱 就这样的 没眼光 他就两个 他就三万块钱 基本上 涨了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那现在 你也得帮 那个谁 我没头呢 就是这个大胆的念头 让人权成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如今他和李冰冰 黄晓明 一起合开的火锅店 更让一众圈内好友们 争相光顾 您新朋友来的话 是不是免单呢 免单不太可能的 明哥呢 是比较爱签单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定位的群 我和冰姐和明哥 然后他每一天就说 那个什么 对一起免单了 买个房间放免单 就每天 多个免单 但是都他来买单嘛 事实就是这么奇妙 虽然作为演员的李冰冰和黄晓明 成就要高过人权 不过在做生意方面 两位大腕只有乖乖 听任老板指示的份 什么摩擦吵架 意见不合 这事真没有 我们刚一年就开始吵架嘛 太早了 经营上肯定我做主 开会时候 他们俩意见比较多 但最后还得听到我的意见 主要是在做经营嘛 因为包括 电影电视现在也很少拍了 基本上是 影视这块主要是投资 不同的阶段 对自己有不同的人生的要求吧 因为我个人觉得 我现在的 这个有一个这种新的 这个职业对我来讲 是很刺激 而就在前不久 人权的合作范围再次扩大 由他创办的明星风险投资机构 拉来了两位重量级合伙人 张子怡和黄博 一个是话题满身的影后 一个是50亿票房影帝 想不在圈子里引发轰动都难 我们开会呢 我们都会那个 视频语音在一个群里 我觉得很逗 因为五个说实话 都是以前的演艺圈里边的 这样的好朋友 突然没有一句八卦的事情 里面有一句娱乐圈的事情 全部是说 我们要投什么方向 那个互联网的医疗怎么样 然后突然说 某些人是不是要投一个 什么小宝宝的之类的 这样的 我会关注 就是包括儿童的 未来的移动的医疗这个方面 因为还会有一点私心嘛 那也想就是说 有好的项目推荐给我的股东 让他们更幸福 既然请来了张子怡 那同样在商界 消有成就的汪峰 自然也逃不过人权的发言 这下 影视圈和歌坛的半壁江山 都聚齐了 你们攻占商界的日子 还会远吗 其实 汪峰呢也是我的好朋友 因为我们也会去聊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是两个概念吧 因为 我觉得子怡是在我这 是独立的股东 汪峰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可能是不一样的 两条线吧